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东城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下 一位耕读堂 这上面都有 缺倒谈刀上画画带照相 这就是艺术 一多不压身 今天跟各位聊一个是中国的民歌 民歌很多 我这边非常多 这个其实我只有一个是一个tap 这个tap现在声音很小 但是我等一下放给各位听 今天聊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常常讲说 中国大陆是 就是 共产党 共产党的军队 当时是小米加步枪 赢得了中国的政权 1949年的建政 不管我们以前怎么称呼他 那都是过去世 他现在是一个强大的 一个政权 这是无庸置疑的 可是在他1949年建政之后 他当然是要大力的 要新办一些 要新办教育是来不及了 他第一个动作做什么东西呢? 当然除了亲户口 这些改革 还有一些斗争 斗争地主 那些都很残酷之外 当然他也要推行一下 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文盲的话 那这个社会是无法进步的 各位可以看看 中国大陆的乡土文学里面 常常都讲那些上一代的人 因为战争嘛 不断的战争 而且那个劳动 什么贫穷 贫困 使得这个很多人 像我们现在随着朗朗上口 一些诗词歌赋 那是拜着什么 是因为我们在成平时代 书生长大 所以我们有机会读书 然后有机会认字 也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 这个书香门第 那是因为有教育的机会 可是在乡下人 他们在贫困中间 在那个生死线上挣扎的人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认字 所以1949年的时候 中共建政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些什么 我们常常讲 小米家步是军事的行动 实际上他还有其他的文化的 这个文化的活动 比如说那个董在 他用了很多音乐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等一下我放的音乐 就是吐了出汁的音乐 那个歌 这个歌的名字叫做什么 叫夫妻四字 我记得我这边有他的谱 跟他的歌词 是我买的 中国道路 那个所有的那个 民歌的那个歌谱 我这边有几十本 我是收购 我到那边就全部买下来 因为我要演奏的时候 我可以吹这个东西 可以直接有谱子 不用再采谱了 那这个 这是我的音乐书房 除了书以外 我还有音乐 很多CD VCD 以前还有Type 等一下我这个 我只有一个Type 没有CD 这很可惜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东西 那是以前的 一个历史时期的遗留 我记得这个歌叫做什么 叫做夫妻四字 夫妻四字 等一下我放给各位听 你非常的土 土的粗粗粗粗的哈 那个 那这个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曲 太有趣了 为什么哈 他就是那个写上 黑板上写字 放要么放 光明 那个字会发亮 然后桃子李子 那个就像我们小时候 学人口刀尺一样 有没有 就学认识字 可是这成年人开始认识字 就是文盲嘛 农民嘛 然后两个人非常有趣 就是夫妻在这边讲说 你认识了这个桃子李子 这是驴子 那是马 那是狗 那是什么东西的哈 那是牛 成年人开始诗字 搞不好他都有小孩了 他才开始诗字哈 这种情形 其实在过去那个时代哈 屡见不鞋 只是我们对那个不诗字的人 因为我们认识字哈 我们看到的那些文字什么 我们一点障碍都没有 那些人看到的字 就是跟天书一样 就跟看到一条蛇 看到一条虫一样 他完全不想在上面讲些什么 表示什么意思哈 那这个夫妻就是他们两个人 开始就扫盲嘛 扫除文盲 大陆叫扫盲 扫盲的工作就是到乡下去哈 派了那些文工团啊什么哈 那些文化工作人员哈 到乡下去 教他们试字 教他们开始认识字 中国大陆叫这个叫什么 叫学文化 学文化啊 那个这个文化在这边不是指的学历哈 它指的就是知识啦 就是就是简单讲就是就是让你扫除文盲 扫盲的东东工作 结果这一对夫妻 成年夫妻哈 看到那个黑板上写那个字 他认识啊 这是桃子李子 原来这个桃子李子是这样子写的 啊 两个人非常兴奋的唱了一首歌 这首这首曲子哈 好啊 来我先放好了 黑上黑板的写字呀 放要不放光明了 很可惜哈 声音很小可能你可能收音收不到哈 因为距离太远 这次放到最大音了就这样 呃这个这个版本是那个余文华跟那个影像节唱的哈 呃我只有只有听过他们唱 其他人没有听过哈 为什么呢 因为扫盲的这个阶段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个普及教育哈 除了乡乡天老老太太老头子不认识字之外 农村的 或偏远山区的之外 几乎基本上哈 好啊 你要在社会上混 你不认识字 不会认识字 不会认识字 不会计算 那那几乎没办法活嘛 啊 只有在那里以货易货 或者是那个 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那个 那些农奴 呃 呃 才不需要文字 也不需要数字 啊 啊 好 ok 很逗趣哈 他用的是北方的那个 方言的那个 那个腔来唱的哈 他的那个 他的节奏非常明快哈 桃树 李树 信树 哈 哈 好 ok 啊 有机会各位可以去去去去搜寻一下哈 夫妻 试字哈 那为什么我要聊这东西呢 因为这个曲子哈 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 因为他吐出了 吐得出汁嘛哈 呃 我没有听过这样子一个曲子 因为这个这个跟台湾的这个 民歌是差很远 而且跟跟那个中国大陆各地的民歌哈 他这个这个小曲 特别奇怪 呃 我看到他那个作曲的人是马可哈 其实他不 那那个那个那个马可 这个曲子不是他做的 是当初哈 中国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那个解放军 那是图巴路时代哈 哈 他们很多这艺术工作者下乡去啊 去搜寻啊 采封 搜寻很多的那个 等一下我们还会再介绍别的啊 呃 别别的片里面啊 那他们是搜寻了很多那些民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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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艺哈 这些什么什么什么调啊 这些东西哈 那他们把这个东西啊 加上 填上新的词 那个词 那个词都是有有教育意义 或者有革命意义的在里面哈 使得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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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新的生命 另外可能他们还经过了一个新的一个编排 不是不是原汁原味 所以这个曲子一出来之后 传唱 为什么 因为民歌就是 就像那个就像 就像那个粮食一样 也就是 当地的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那个地方的人就要听这个东西 就像 胡多年人不吃辣椒他吃不下饭 有辣椒他菜都不要 就吃辣椒就配饭了 就是这样 因为民歌他就是从那个民族里面哈 传唱出来的 民歌不是音乐家去写的 不是 他就是一个调子 比如说赶牛赶羊 或者是放马 他就 他就在叫 吆喝的时候 像那个蒙古的长调啊 他都是这样子来的 像那个劳动浩子 他们就可以弄出一个频率了 弄出一个那个旋律出来 这些东西就是民歌的基础 那这个曲子哈 为什么我特别要介绍 就是因为 我听了以后 我就想说 哎呀这个人太有才了 怎么会 怎么会创造成这样的一个曲子呢 后来我辗转的知道哈 听 因为我看到有在介绍这个东西 有的人拉 像那个以前 已故的胡琴 胡琴那个大师 叫刘明元哈 他曾经拉过去 他也解释 他在文字上有解释这个曲子 那这个曲子哈 叫做 叫做那个 有的人叫迷糊调 就是糊里糊涂 那个小迷糊的迷糊啊 迷糊调 其实 不是 就是大家 以而传而 一直叫做迷糊调 只要是这个 这个曲子 叫做迷糊调 它是配上这个曲 配上这个词 马可他们把这个曲子采来以后 配上这个词 然后来解释说 这个 来来来来聊这个 夫妻两个人 对唱说 他们认识字之后 哇两个人多多快乐 就是鼓励鼓励这些文盲 看了这个 听了这个歌之后 哎呀我今天又写了几个字了哈 那其实那个字都是常用字 还不是人屁字 那就是这样 就所谓的玄文化嘛 就是说你看黑板上写的字 放光明 放光明哎 为什么 他原来是一个文盲 瞎子 等于瞎子一样 看到字就不认识嘛 现在那个字发亮了 他认识字了 你看看 如果是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的人 开始认识字的话 我以前的邻居还真有 真有六十岁 开始练习认识字哦 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出的隔壁的人 居然是个文盲 当然他是个兵的 情形很特殊 那 那这个曲子 其实 根据刘明元的说法 说这个曲子 并不叫做迷糊调 不是什么小迷糊啊 糊涂的那个迷糊 不是那个 他是有两个线 一个叫什么迷线 一个叫做狐线 两个地方 都是在山西这个地方 他是这个地方的 地方的一个小曲 就流行在这个地方的小曲 当初被这些 那时候 土八路就是红军了 当文化工作人员 那些艺术家 到夏商去彩谱的时候 听到那些乡亲们 在唱这个曲子的时候 他们就把它彩下来 彩谱之后 编了这个词 因为他们编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讲 这只是某个地区彩的 然后就 这叫对症下药 你用那个地区 彩的那个谱子 你把那个池填进去之后 拿到那个地方 去做统战工作 太有效了 所以中国大陆 不是只有小米加步 将赢得了那个胜仗 他这个部分 他把那个基层的人民的思想 统统都拉拢了 他靠什么 靠音乐 靠艺术 所以他们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鲁迅艺术学院 什么 其实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 一个 一个战时性的学校 就是战争的 战时性的学校 他主要的 要培养的那些人才 就像现在的时候 以前的义工队 实际上的所谓文工团 但是这些 现在这些人都是 艺术院校毕业的 专业的 那时候不是 那时候是从那个戏曲班子里面 从各地弄来的 像很多个 以后我们会介绍的时候 那些人 他们有些都是 以前是唱戏的 或者唱小曲的 或卖艺的 这些人收冷出来 然后他们就来唱 因为他们才是原汁原味嘛 原人 就是现在所谓的 这个 叫做什么 原生态 那 那 刚刚讲这个 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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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 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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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那个黄一亮翅什么 那非常有名了 几乎我们现在笛子里面那个北派的那种 那种那个土地花朵花 几乎都是由他传出来的 当然这位先生 两岸开放的时候他早就已经去世了 很可惜 我们只能从以前的黑胶唱片里面略知一二 那即使当时我们看了 听了黑胶唱片也不知道是他吹的 因为当时中国大陆只有一个唱片公司 叫做中国唱片公司 就是简称中唱 那他的那个唱片 几乎是一般人买不起的 都是配几套各个文工战品 那他用那个大喇叭对着民众广播 所以我们听起来觉得很 很新奇的东西 在中国大陆那些老的那些支撑国民 听了有时候会有反感 为什么 因为他会联想到他那个劳改的时候 联想到他那个下乡的时候 联想到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还有劳动的时候的一些不愉快的经验 因为那是政治宣传 像比如说这个夫妻四字也是其中之一 可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就觉得 他是一个历史的一段小插曲 那这段小插曲如果说你有机会 你去听的话 他是很俏皮的 所有的那个名乐都是非常俏皮的 所以他们常常用滑音 三弦也是 那种滑音 他那个把位 临时改变 还有胡琴也是 拉弦的也是这样 那给人一种非常俏皮的一种感觉 这就是小曲的迷人之处 今天跟各位分享就是 一个少盲的一个时代歌曲 叫做夫妻四字 谢谢